真的行 退化测试第二期 在开始之前 先复习一下退化神奇的作用 看见没 这里写的是 同阶级的随机下位僵尸 随机下位僵尸 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随机僵尸 这次我们来到了恐龙世界 你们说 能不能把恐龙也退化掉呢 当然是不可能的啦 再来看看刚才这部 又出现了红堂皇后小鬼 还好他只是从巨身上掉下来 才会召唤奇兵 野人僵尸变成了骑士僵尸 第二部再观察一下 这次野人变成了 罗马僵尸 这不就是普通僵尸吗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恐龙危机的物件怎么会有骑兵僵尸出现 红堂皇后小鬼头 退化神奇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把普僵变成了两个骑兵 不过我也发现了 关于红堂皇后的一个秘密 在6个视频介绍哦 回到刚才的问题 野人僵尸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哦 退化的三个僵尸让人猝猛不痛 请看这个画面 视频中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 野人僵尸推化成了爆弹小鬼 并且抱着是霸王龙蛋 What 其实我的内心就三个字 登登登 第二个 一个抱着雷龙蛋的小鬼头 连将带蛋变成了铁筒僵尸 本来我还指望着雷龙多踩掉几个僵尸呢 登登登 第三个 退弹小鬼 竟然退化成了铁筒 What 虽然他比普通小鬼头要厉害 但是变成铁筒还是一个加强状态 登登登 第四个 这里就一个僵尸和猪罗机小鬼头对吧 怎么会变出猪罗机铁筒僵尸呢 谁变的 奇奇怪怪的恐龙世界 这是恐龙世界僵尸的退化关系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惜的是巨人僵尸不能 诶 等一下 我突然想起一个特殊的巨匠 将军巨人僵尸 他可以被南瓜卧尸套住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能被退化呢 真的行 假的 只是变成了其他巨人 并不是退化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说魔术工招换的僵尸 会被退化吗 退化测试 还未完结 关 嗯 某 单